他怕你会受伤 好了我这边OK了 亲爱的全人类 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就是古牢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即刻放下剧本 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卫祥 我是淮玉 我是签德 我是吴孝贤 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劇场的即兴主义者 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要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 即兴主义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即兴主义 嘿,我們一開始要先來玩一點什麼暖身 好,來提振一下我們自己的精神 我們要來玩這個叫做麻煩與東西 Trouble and Things 沒錯,我覺得我們就直接開始玩好了 我想大家應該會看得懂我們在玩什麼 我聽得懂我們在玩什麼 對,沒錯,沒錯 你也可以去開我們的勇氣即興劇場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看到一點點什麼 我們在玩過程中的時候可能會手腳並用之類的 好,那就從我開始往這個方向去了 好,那這個我先來提出一個災難 那個熱水就是燒熱水的時候噴出來燙到我的腳 好痛 那個蔥油餅 我先拿那個拿我拿拿蔥油餅上面把蔥全部剝下來之後 所以皮膚上面鋪著一層之後 這樣把餅皮貼上去成為新的腳皮 哈哈哈哈 草藥的概念 哈哈哈哈哈哈 接下來是謙德開始 好,要講災難 沒錯 好,紓困預算被國民黨的立委全部刪掉了 哇哦 隱形眼鏡 那個拿那個隱形眼鏡把那個 對,把他曬乾之後他就會變成粒粒的 然後粒粒的呢 就拿去給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然後往他的眼睛眨下去 然後他就看不見 就沒有辦法去蓋章通過取消預算的這個決定 哈哈哈哈 叮叮叮叮叮 好,下一個那個 輪到誰 董香 冰香裡的最後一盒豬腳漏葬區 哦 哦 正義 正義 太好了 好超香 哈哈哈哈 我拿著這個正義 把它就是揉成一顆正義藥丸 然後呢 塞進我那個 就是把這個不負責任的 把食物放在冰箱那麼久的那個 老公的嘴巴裡 哈哈哈哈 讓他長出 主持正義的神經 哦 哈哈 為我們家裡的冰箱裡面 帶來了 就是前所未有的一個 這個 啊 正義的 清新空氣 哦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欸,現在是都 換我說是不是 哦 好,好,好,好 好,好,好 那個 呃 在重要時刻卻一直在打瞌睡 哈哈哈哈 想睡覺 哦 哦 紙吸管 呵呵呵呵呵呵 用 紙吸管擋怎樣 就是吸管在紙做的 紙做的吸管 所以它軟軟的 硬的 硬的 還是硬的 上漿 ok,好好好 用 紙吸管 搓自己 後腦勺這邊 呃 用紙吸管 呃 架在 這上面 只要打瞌睡 就会戳到 就会醒来 哪上面啊 我们这是广播节目 麦克风上面 针对自己的眉心 只要打瞌睡的话 就会戳到眉骨或是眼窝 就会马上醒来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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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窝 眼窝好 我来戳一下 好的好的 这个大家是不是都有暴露了一些 自己现在的那个 一些状态吗 有 我刚刚居然在口罩里面 打了一个哈欠 我想应该就是 下午这个时间 那个真的有点想 昏昏欲睡的感觉 你说你是不是 没来录Podcast的日子 都下午都在睡大觉 没有欸 没有啊 正常坐席的时候 就会正常想睡觉 坐席不正常 就是感觉不到什么时候想睡 对对对 我应该大家有听到 对于那个 有那个暴露了一些抱怨 对家里 我想这是你们先生之类的 是吗 冰箱的主角 好玩 对对对 没错 马上立刻就联想到 这样子的一个 那你家空气现在还好吗 有充满争议的香气 在我 对对对对 在我刚刚出门的时候 是还可以 你知道 但是就是起起伏伏的 现在天气热 你知道有时候一些东西 没有说好的话 很容易就会 就会想吃 点点点 就会腐败 让我离开这个可怕的 现实世界 我们来进入到 Kiss Johnstone 即兴趣之父的 improve 我们一样呢 要继续来聊 Status 是的 也就是 aka地位 或是姿态 或者是这个 什么 就是高地位低地位 强势若势 高姿态低姿态 在人与人之间 无形存在的一个 这个 神奇 社会性语言 对对对 神奇的社会性语言 或是这个人际之间的 交易 对 我有漏掉什么 关于Status的一个 快速定义 没有 精简二药 很清楚了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上一集 在聊的就是Kiss 他就是去讲了 他觉得 在喜剧跟悲剧里面 所存在的一些地位的 应该怎么讲 还是我应该倒过来讲 是地位存在于 喜剧悲剧里面的 一些 观察 线索 对对对 线索 但是应该是说 如果以创作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说 地位 就是说Status这个概念 在创作喜剧跟创作悲剧的时候 是很好用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没错 对对对 对 那他就是 算是破解了一些 一般观众 可能不会去想到 原来这个跟Status有关 我觉得也包括戏剧工作者 如果从这角度看 也会有 蛮新的体悟跟发现 会有很多收获 真的真的真的 以前我们都会以为是剧情编的好 对 或者是演员演的好 可是后来才发现 因为中间有这个技巧 有这个美感 可以玩 对人类的观察这样 对对对 那就是你刚刚讲说 剧情编的好 以后可能 我们去看就说 这个编剧好像懂Status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吗 有耶 其实编剧有一个指导手则是 每一幕 或电视剧的每一个part 那个地位一定要有转换 然后观众才会看得下去这样 就是更吸引他看 有编剧的教学有去提到这个概念吗 对对对对 比如说一开始是A高B低 但是在下一个要进广告的时候 一定要转换成B高A低 这会造成悬念 对对对 想要再继续看下去 酷 太好了 对啊 那接下来他的就是这一篇 他要开始分享就是Status的教学 嗯 就是有点 我发现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这样 就是他会描述了这些 他想要介绍这些概念之后 他会想要很实际的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实作这些概念 以来的一些手法 就是操作的手法 所以他接下来应该就是要进入去 跟大家分享说 你如果要教Status的话 你可以怎么教这样子 对然后 我也发现当他要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 通常他也都还会再介绍更多的一些 概念进来这样子 然后渐渐进到那个 怎么操作的一些更多的细节 是的 所以他的接下来的这一段的开头 就是他不是先讲说什么课堂发生什么 好像先从动物开始讲是吗 没错就由我来为大家做个广告 要认知 要做好是不是 研讨会开始 是的 有请第一位讲者 耐谦德先生 好的他说呢 群居动物有他内在的规则 他是为了防止他们抢食物抢配偶 因为会这样子会造成自相残杀 他指的群居动物其实就是有社会性的生物啦 等一下你讲慢一点 你说有规则 是为了要防止他们刚刚 抢食物啊抢配偶啊这种 所以你是说 就是说只要是群居性的动物 他们都会自己成了一个规则 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他这边的群居动物 应该要讲成社会性动物会比较准确 什么意思 这个差别是什么 社会性动物像是狼群啊 然后那个 猩猩 猩猩啊 黑猩猩啊 人类啊 然后蚂蚁啊 蜜蜂啊 然后鹿群啊 这种是群体 他们是依靠群体而活下去的 有会建立起一个社会阶级的一个 一种这样子的动物 然后他们 这个社会里面会有一个内在的规则 内在规则可以防止他们 就是可以让他们的 那个资源分配是合理 可以更供养起这个大群体的 天哪 好酷哦 对很多动物它的群体的效能 会比单只单干还要 还要更能让他们活下去 这样 那他说这些动物呢 他会互相的对抗 有时候会打架 直到建立起这个等级制度 着实的顺序 就是吃东西的先后 或者交配的先后 这样子 哦 Oh my god 那之后呢 除非有动物去尝试改变这个 着实顺序 否则就不会发生冲突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象狮群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狮群 你说狮子 对狮子的群体 至少你会看过Discovery 或是动物性有名道 会知道或者就是 狮子王 也看过 对狮子的社会 嗯 对就是 除非有年轻的狮子 想要挑战那个公狮 狮王 想要挑战 不然 不然他们的阶级 是不太会改变的 就是可能这个狮王 第一天当狮王 一直到 到他五年后 这个狮群就长这样 不会有什么 谁不服谁啦 或者平常会打架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这样讲我就觉得 完全想到我有看过的Discovery 就是一定都会 先介绍一个 就是一个 已经存在的一个狮群家族 这样子 谁是 谁是头头 然后接下来可能 哪一个 不知名的小伙子 小狮 小公狮 会想要跑来 比如说 上别人的母狮 或者是 或者是 吃别人 补回来的猎物 对对对 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才不就会打架 对对对 所以 就是你刚刚说 除非有人想要去改变 这个着实的顺序 不然 是 没事不会发生冲突 人类也是啊 人类是哦 你今天经历一个公司 这个Compant就像这样啊 哦 你也不希望他改变 因为 反正你 你重点 你一直要领到薪水就好了 对耶 如果你今天 你的同事突然说 其实 这个CEO 我也可以做啦 哈哈哈 你就开始担心 哎呦 是不是怎样 要开始了吗 我跟你说 这个客户 已经帮我买到来啊 哈哈哈 你啊 我就是在丧死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对我们的戏剧也差 要扮演这种东西 就是 真的耶 当 有人想要挑战 那个权威的时候 想要挑战 那个着实顺序的时候 就会发生冲突 嗯 反之就是不挑战 就没事这样子 哦 对 所以他说这个系统呢 存在各式各样的物种当中 像刚刚说的人类啦 鸡啊 他这边原文写的牧师 哦 然后我去查了呢 呃 就是那个鼠腹虫 就是一种团子虫 会在土壤里面发现的到 这个我就有点想质疑他 就是这种 这种生物没有社会性行为 哦 哦 他只是一群 他只是一群会聚在一起而已 哦 但你没看过什么 哦 团子虫王 哈哈哈哈哈 对 然后团子虫王可以跟很多团子虫交配的 没有 你说它们会聚在一起 但它们没有社会星星 那跟蟑螂一样啊 蟑螂都会聚在一起啊 可是它没有社会星星 没有蟑螂王啊 哦 所以你所谓的社会星 真的就是会要产生一种阶级了 对 它才可以叫做社会星 不然就只是 就是要有社会的建立 但它不会有像什么 蚂蚁有蚁后 对蚂蚁有蚁后 然后他们要供养它 而有其他的 对没有蟑螂不会 哦 牧师也不会 所以蚂蚁跟蜜蜂就算是有了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已经内化到 写在基因里面了 就是不会有那个蜜蜂 去指引这件事 去指引蜂后要把它干掉 因为它为了要生产 我们这一个种族 它连基因都写好了 哦 那个工蜂把蜂后干掉 没有意义 因为它也不会生 所以不会要去产生革命 或是选举吧 我来生 对 先去蜂后的基因 跟一般蜜蜂的基因 基本上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这样讲是说 人类是没有这个基因的咯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可以跟 那个蔡英文结婚生小孩啊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阶级不会去 呃不是 你刚刚是讲基因嘛 可是蜂蜂跟蚁它是基因 本来就已经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好奇说 那人类虽然我们有这个社会性的 这种行为 但是其实我们DNA里面是没有 没有的 固定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什么人类自己发展出来 演化吧 我指的DNA是指说 你现在拿一只公蜂跟一只蚁后 他们都是雌性 他是不会生小孩 不会诞生后代的 对啊 然后等于是那个蜂王 他从小生出来就注定当蜂王 我知道 因为DNA就写出来 你的工作就是做这件事 是是是是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是说 你的DNA写出来 你从小就要做什么 对 还好没有不然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很可怕 只是后天会去建立起这个 是啊是 那其他哺乳类动物什么狼啊狗啊 他们也不是 他这只狗狗生下来 他这只狼小狼生下来 他有可能以后会变狼王 对对 他有可能像狮子 他可能有可能以后 他会去挑战公司 对 他并不是说你基因写怎样 他就不会去做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大家都 这些 就是 没有在写在DNA里面的 这些社会性动物 我们是只是为了和平相处 所以我们产生了这些社会性型 对对对对 就是社会性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整个族群可以共融发展 扩大 扩大族群数量 所以才诞生的一种行为 不然就每天大家都在打架这样 对对对对 老虎不会群居啊 豹也不会群居啊 那 那是因为他们单独猎捕的效率就够高了 所以他们不需要去 去构成一个社会性的群体 嗯 人类单独猎捕的效率 遇到熊就完蛋了 遇到什么掠食 遇到生病就完蛋了这样 嗯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去构 构主这个社会这样 嗯 嗯 OK 然后接着了 他就说自从他读到一本关于三指欧 一种海鸟 三指欧群当中 群落优势的书之后 他就明白这一点 就是刚刚说的着实顺序 可是呢 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把这个 东西 社会性的东西 社会性的地位 应用在表演演员的训练里面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对啊 他说不知道什么呢 不知道 没有就是 无目的的行动 行为 声音 动作 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什么意思 我们这些人类不管 做什么声音的选择啊 然后 你的姿态长这样 我讲话之所以会这样 我讲话这些手势 都不是因为自然而是这样 而是因为 它背后都有一个生物性的动机 在展现一些事情 都是有原因 就是他前面在介绍什么是status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已经在讲这个 都是有原因 对 没有无目的的行动 这边我再多跟观众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目的 并不是说你的脑袋 完全没有 并不是说这个目的是发自于你的脑袋 而是指说 你的身体可能在做这些东西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用这些声音说话的时候 本身就带一个目的心 可是这件事情你脑袋还不知道 本身很出于本能 对它是出于本能 并不是经由脑袋的选择 对 对啊 就是 就是上次好像有提到 就是反正当你 一个人在一个空间的时候 你会是某个样子 当有另外一个人 忽然出现在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就会完全换一个样子 去心动这样 对 然后很多心理学家 都已经注意到一些精神分裂的患者 就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他的感知能力非常的惊人 嗯 然后姜思彤认为呢 是因为这个疯狂 让这些人看到那些 一般人 习惯性忽略的东西 精神分裂症在现在已经被 证明 识觉失调 对 哦 哦 真的哦 这是姜思彤认为 嗯 是啊 就是 他前面那个关于我自己的时候 他就曾经提过 就是我们说 有一个小女孩 对对对 瘋丫头 对对对对 那一篇他就是有 有类似的这样子的说法 可以阅读到一些 平常没有观察到的社会性的语言 嗯 嗯 对就是 所以他的 这个意思是说 像那种 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嗯 他们就是 就是他的那种 感觉知觉是非常的强的 然后他们可以看到 所谓一般正常人 嗯 怎么讲 不要说 看不到的东西 这感觉好像是那种 超能力 就是 就是 没有察觉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descrição 查诀 或者 cy disorder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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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對 就是 这些你们 算同意嘛 我不同意 嗯 怎么怎么意思 我遇过的 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还是没在听别人讲话的 哦 欸 没有在观察别人 是这样啊 大概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 你得到的一个这样的推论 他就认 recommend 他想的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我可以說我也想你偷有錢 你絕對有 可是你拿出所有診所沒有你一定有 他不會管你講話 但是我 仔細看他這邊寫的 他並不是說 失覺失調症的就是說 會很注意別人的一舉一動 他講是說他們會看到那些 一般人會忽視的東西 所以一般人會忽視著 不知道是什麼啊 就是 跟我的意思說跟你剛剛講的那個 好像也不算是衝突 我把它當成一個舉例啦 喔OK 是啊是啊我也同意啊 我也同意他是一種舉例 對的確是要去看一般人忽略的是什麼 應該是習以為常的一些社會性的 姿態吧 嗯嗯嗯嗯嗯嗯 對啦 我在講他應該就是要強調的就是說 一般人會覺得很多聲音動作行為是無目的的 嗯 然後其實不是嘛 然後那些搞不好 我該怎麼說呢 就是是不是就是 思覺失調症的患者可能會 注意到的東西 就是不只是吧 只要是高敏感族群可能也會注意到 哦 是啊 就是不够社会化的人就会注意到 因为我们家那边也有一些 路上有一些人士 然后他们是会对着空气 一直说话一直说话 但对我来说那比较像是 他们看到了他们眼中 想看到的幻觉 可是不会是一般人 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样子 不过你这么讲的话也是 有点像是说从我们的这个角度 去看他们的那个表达 不过我们也不知道 他那里面表达出来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 对啊 好像 我可以多追问一点 这个在原文的翻译上面指的就是 心觉失调 是吗 有可能要看一下 但是因为精神分裂 识觉失调之前的名字 在台湾就是精神分裂这样 对啊 没错 是的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 应该是没错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 他是讲这个病症 ok 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然后讲这个病症 然后这边 他的翻译是精神分裂这样 是的 就是他有一个 呃 这边有一个英文字 嗯 S-C-H-I-Z-O-P-H-R-E-N-I-C 很长的一个字 我记得我有查过 他就是 对啊 就是一般讲的 思觉失调症 嗯 是 然后他接下来呢 他一样在讲关于就是动物的这方面 嗯 他说就是动物通常会通过眼神交流 嗯 呃 来建立就是支配关系 就是哎 透过眼神交流 感觉是透过眼神交流去确认 哎 谁是支配者啊 嗯 谁是被支配者这样子 谁是老大 谁是小的这样子 然后像凝视的这个行为 常常就是在动物的世界里面是 是被视为是有攻击性的 嗯 真的 因为常常就会 比如说听到很多冲突 以前啊 就常常说 跨叉小 然后就打人 揍人 甚至 甚至杀人了 对 人类人 人类的世界 真的耶 这跨叉小这一句好经典 真的 就是好多都是说 哦 只是因为喵了一言什么 结果就刀来很错 小时候有被教过说 不要在路上随便乱看 哦 随便这样盯着别人看 这样很没礼 哦 所以礼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社会 以前的社会好可怕 很可怕 没有我觉得 大人这样叫搞不好就是 他被打过 对 其实他是要告诉你 这是一个危险行为 但是他用礼貌来框住你 有可能招致危险 用礼貌来 来避免你这么做这样 哦 你这样看可能会给别人 是攻击他的感觉哦 这样可能小孩子 听不懂 对对对对听不懂这样子 就是你会被打 为什么 为什么被打 我也不知道 你才问我叫打你啦 你这样就是没礼貌 但小孩子应该也会问为什么这样子 又被没礼貌 OK 然后所以呢 就是因为 因为宁室是有很有攻击性的一个行为嘛 所以 人 当要去观察大猩猩的时候 会用望远镜去观察 以避免发生危险 应该是踏太近吧 这是间谍星期间还蛮奇妙的 因为不用望远镜的话你要跑到很近去看他 他都不要打你 我刚看的时候想说他是拿没有背书的望远镜 就是可能他就是会容易被误会 太对啊太近的话就会容易被误会有互相凝视的行为啊 这边可以再多做一点讲解释 就是社会性的动物会把自己做的是投射到别人别的东西身上 然后大猩猩是社会性动物人类也是社会性动物 所以当大猩猩看到我们在看他的时候 他会想像你也是猩猩 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这个意思 人类也是人类会看到猫咪还是狗 嘴巴张开这样子的时候 看不到 我们会觉得啊他在笑 对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社会去解读他 对 这个好白痴 那当两个物种的社会语言 刚好对到的时候就会变好朋友 就是狗跟人这样 对啊 就是网路上超多那种动物的图片 对 或者也有影片那种就是动物做了某些行为 然后就是被解释成他是什么意思 对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些意外这样 哈哈哈 然后他是说 当那个游客在动物园里面盯着动物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这个就是游客本人 嗯 就会觉得自己是处于支配的地位这样子 嗯 就是比较高的地位 嗯 然后呢 他 我觉得Kiss很好笑 他说 他建议你 跑去动物园 私事 反过来 对待那些就是在笼子里面的那些动物这样子 就是你去看他 但是你去中断你的眼神交流 就是你先看看他 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切断眼神交流 然后再看回去一眼这样子 嗯 然后他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你如果那时候看的是北极熊 那个北极熊可能会突然视你为食物 嗯 然后呢 猫头鹰呢 在这个时候也会明显的兴奋起来这样子 就是 他都做过这个实验 嗯 感觉是耶 好想试试看哦 对啊 因为他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那个本来有眼神交流 然后忽然中断 然后再看回去的话 通常这样是比较属于不稳定的眼神 嗯 就是会比较就是低的地位 低地位的角色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嗯 比较不稳定的眼神 嗯 所以如果你去即便是去动物园这样子 然后你试着去跟动物之间 有这样子的眼神交流的话 对方会视你为食物 这好像是一种勾引 嗯 好坏哦 你如果遇到那个野狗 对你狂吠的时候 你若一直盯着他 他会不敢 冲刺 但你只要背对他或是你眼神闪开 他就会觉得他可以扑你 嗯 对啊好可怕哦 有有有 这我完全有经验 我小时候就有被狗追过 然后呢 后来我大一点之后 曾经有一次经验 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去帮忙拍 参与一个电影的拍摄 结果很晚 就是那种凌晨 才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是已经 剩两步就到家门口的时候 忽然隔壁邻居有一只狗 冲出来 吠我 然后我一开始是超害怕 就往后退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好累 你知道吗 累到激发出我的怒气 我就拿着我的包包 然后就是追回去 追回去到一趟 我就返回来就是 我又追回去 腿也有过 这追杀他之后 他马上就 就是弹回去 这个反方向逃走 这样子 那我真的是 完全在当下出于 动物的本难 哈哈哈 要不是我那时候那么累 然后凌晨的话 我绝对是 被他追着跑 这样子 而且我们也长得够大隻 我们体型其实比狗大的 是啊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会怕狗 真的 他扑过来咬我们的时候 真的要咬 我觉得我是没有 完全没有反击能力的 抓住那个 嘴巴 哦 你要抓得很准 然后有另外一种 通常我是抓住 他的上面啊 鼻子那一块啊 我的弱点就是鼻梁啊 吹下去就好 好甜哦 最变态就是 你要张嘴是不是 手关进去 啊 这样不会被咬 他合不起来 我应该不敢啊 就是给他身后容兴趣 那 天哪 哈哈哈 通常都不会演变到这个地步啦 因为你只要假装 你只要假装剪石头 他就会怕你 哦 有这个我有用过 我真的从你身上学到那个 很多面对野狗的技巧 这样子 对对对 你做投擲动作 他就会怕 哦 你是说他说过来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让他意外的事情 或者你手举高 对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境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把包包举起来 对 但是这是完全未经思考的 当下的一个本能 本能啊 我们的祖先 古时候一定 做过同样的事情 然后他们一定是被打到记起来的 哈哈哈 我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但我其实同时也很惧怕 因为我很惧怕他主人看着我 啊对啊 他主人看着我 听着我看我就觉得 你要干嘛这样子 然后我有一个狗 让他要听我的动物那一面 被它发现 但我很想更想等小龙几说 你家的狗准备放出来 对啊 所以既于礼貌觉得不好意思 嗯 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重音 你不想到你自己 动物性的那一面 被另外一个人类看到 好压抑喔 对 通常我用最多就是眼神看那只狗 然後用眼神透露出 你看起来很好吃 喝啊 好可怕 让他阅读我的那个 很。 飞云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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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通常都非常有效 他会真的感觉到 而且你要去想象 你在顿他的情形 叫你的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理言 才会真的 透露出那个 你怎么那么快 可以启动这个血 对啊 你的凝视的时间也太长 然后那个 他真的会叫一下 突然变小声 哦 就是他叫的时候 我在煮你 我在煮你 这样子看 看起来好肥好好吃 天呐 那个鸡肉天呐 我不信舌 那个皮毛如果剥下来 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这样 越来越歪 然后狗就叫我叫 不太对哦 不太对哦 天呐 对啊 我想到最近一个新闻是说 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然后动物园应该都关起来了嘛 然后他们说动物现在都很放松 规复正常 对就是很放松在那里生活 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 会免除了很多被看的那个压力 对啊 一直被看很不舒服 对对对 so sad 我最近一次去动物园也是有种 好像打扰到他们的感觉 明明就在睡觉 但我们又要一直看他 他说他在睡觉 很烦 对啊 眼神真的是很具杀伤力的东西 对啊 所以那个Kiss Johnson前面就是先用动物来说嘛 他就说 动物可能我们只盯着就好像是我们在支配着他 那我们要是眼神闪躲呢 可能就会被认为是顺虫者 被认为是猎物 嗯 对 然后他就提到说 那也有些人就会怀疑说 那我们陌生人彼此之间的眼神 我们又没有关系 然后也也不是动物 陌生人之间的眼神交流 会有这种支配顺从的关系吗 因为他觉得支配跟顺从 支配就是比较高地位 然后顺从就是比较低地位 那莫斯坦之间真的也会有这种关系吗 所以他就提到说 有一个纽西兰的心理学家 叫做肯尼斯斯特朗曼这样子 那他在Science这个期刊上面 有发表一篇论文 然后他说 我们会认为 这个肯尼斯就说 我们会认为 我们会相信说 眼神交流呢 是有支配服从的结构 这是 他说这种结构呢 可以让我们去 想到阶级制度 尤其是当我们 把注意力放在 第一次的眼神交流时 第一次的眼神交流 对第一次的眼神交流时呢 我们就会马上去感受到 那个支配服从的结构这样子 Oh my god 对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来呢 他又提到了 这个肯尼斯呢 又提到了说 他会提出这个 也是有依据的 是因为呢 有两个英国的心理学家 叫做阿盖尔和迪安 那如果去查 可以去查到他们有一篇论文 叫做 Eye Contact 对就是眼神接触 对 那这个阿盖尔是英国 还蛮有名的一个心理师的 好 那他这边Eye Contact Eye Contact到底提出了什么呢 他说如果A想要控制B A想要控制B 对 他就会适当的盯着B看 那B呢 他有几个选择 他可以用顺从的表情来接受这一切 那或者是把目光移开 或者是发起挑战盯回去这样子 对 所以在这篇论文里面呢 这个阿盖尔他们是觉得说 盯回去呢 如果你要发起挑战的话是要盯回去 嗯 对 但是呢 好 又在另外一篇论文呢 就是在英格兰呢 有一篇论文就提到说 诶 但是 他觉得这种观点是相反的 他觉得是 先看向别处的人 就是你不是盯回去哦 是他看你的时候 你先看向别处的人呢 会有更高的支配地位 哦 对 所以总之他这一段就是根据几个 主要都是心理学家 哎 蛮有趣的 是对 心理学家提出的 两篇论文来提出 他们都有在 都在研究那个眼神交流这件事情 对 对 两位 两篇论文来提出不同的观点 反正他们刚刚这两篇 就是各在讨论说 到底你被人家看的时候 要怎样看回去 才代表你有更高 或说你要挑战对方的地位 对 这种感觉 到底先移开的人 有比较高的地位 还是盯回去的人 有比较高的地位 这样子 这个 这个我 我必须讲就是以我在 可能在工作坊啊 排练场里面去 就是说操作就是用眼神来去 扮演地位高低的这样子练习的时候 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真的是完全因人而异 就是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很固定的说 你是钉回去 直接钉回去 还是说你是直接看上别处 是绝对的 是会高回去这样 会能够挑战对方 因为真的每一个人 同样一个这个这样子 眼神的地位 每个人坐起来 真的是好不一样哦 我觉得跟怎么看会很有关系 对啊 包含你的全身 你是怎么看回去的 对 真的真的真的 他可能有一个 有可能有一个比例上的 常见 可能会比较偏向怎样这样子 但是我也真的有发现 真的 他是 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对 就是每一个看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每一个眼神互看 在那个当下会被定义成 这两个角色之间 到底谁 这个瞬间又高了又低了 我觉得都是发生在当下的 独一无二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但我在想他们的研究 可能也是在取一个 常见 常见的可能性吧 我在猜 我在读这段 我试着分享一个 我自己真的个人的经验 但这个个人经验 我其实很少跟别人这样分享过 是 我其实在 就后者来说 我其实比较有感 我那个有感是 我先去后者 后者是说 看一看移开 对 看一看移开 就是 他会透露出一种 就这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观察发现是 当我的眼神 如果被一个陌生人看见 我可能在看他的时候 我移开的时候 我同时会有一种体感 其实有在被累积是 我可以克制我自己的欲望 然后 我对这件事情 就是 我不表露我自己 而会无形间产生一种 其实有的高姿态 其实有 你不表露你自己 我觉得那个体感有点奇妙 是 其实有点像猎物 你其实 你当你走在 人走在路上 你在看的时候 其实 有时候是没有自觉 但其实他背后 可能有一个原因 那我是连这件事情 我都有觉察到 他其实有时 有被我自己控制 虽然有一个部分 我的理智上会觉得 我现在已经把我自己训练到 我会不自觉就变这样 因为不想让别人 觉察到我 可能现在在看他 而无形间透露出一种高姿态 可是你这个姿态 如果没有被察觉的话 不会构成高姿态啊 对啊 但我可能会觉得 他有觉察到吧 哦 所以我才说 这是从我的观点去看到的 就是你企图要高姿态吗 没有 不是我企图要高姿态 而是 可能 讲简单是 我有在观察他 但他看到我的时候 就是我没有把他觉得 我没有被你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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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我会知道说你现在在看我 但我就是我不看你 哦 所以你还是 后续其实还是有在偷偷注意对方 哈哈 但就走过去了 但就走过去了 你背后还在感觉他 但是这个奇妙的体感是他慢慢累积延伸成一种 我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哦 这讲的有点点远 这讲有点远 但我想找到那个连结是指说 如果说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彼此都是 互相连结在一起 或是要依靠彼此生活的这个社会性动物的话 我可能会相对多一点点以我自己个人的角度看 我会想说 我其实也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如果比方说像现在疫情的关系 真的都碰不到人的话 其实我也许可能还是活得下去 某个角度上当这样想的时候 那你刚刚讲这个你会这么做是 是从你的 那个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开始这么做吗 还是最近 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开始 哦 对 但我其实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样运作 或是他完全就能够很本能 就是我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看他就是这样子的举例的话 你会觉得看向别处 就是你有同意他可以是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地位的反应这样子 但可能跟每个人就是像刚才孝仙讲 每个人可能经验不同 可能体会到的是有比例上的不同 我的经验里面 看向别处比较表现在 已经建立起关系的两个人 或是一群人 嗯 已经我知道我们是有连结的关系 所以我可以选择我听你讲话的时候不看你 那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如果我要展现我不怕你 或者是或者说我要跟你正面 谈事情的话还是会用一直观察他 一直一直注视着这个人 因为我这样子就漏死掉讯息啊 搞不好他 他有什么比我更厉害的招什么之类的 其实如果你想要得到高地位的话 你会选择是看他的 对对对对对 哦 他这边讲的陌生人我自己的想象都是那种 真的只是路上擦身而过的那种陌生人 我都想我刚刚都是在想酒吧里面的情形 哦 那又很不一样耶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 那很不一样耶 因为他就构成了一种 他刚刚是讲那个 控制吗还是想这样 支配跟顺从 对对对 因为在酒吧里面的那种社交环境 通常会看向一个异性 或看向一个对象 不管是什么异性 没错 那个支配跟顺从大概就是我想引起你的注意 或者说我表露出我对你有兴趣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做某些事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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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对对对 做某些事啊 对我这边我会这样子去构 就是我对一个人有意图的时候 嗯那一直注视者会代表说 嗯我就是要让你看见我对你的意图 嗯我不会看一看 看一看又移开这样子 那我到底在干 我到底在 我就是在你干 有可能是欲擒故众 如果说你看一看又移开 看一看又移开一下 有一些人会这样子 有可能 天哪哎我觉得 如果讲酒吧里面 我觉得完全又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再折偶的事情 真的 因为因为我就忍不出会想说 那这种地位高低 因为一般如果说不要带入那种 就是就是酒吧情境的话 我就会觉得 哦这个高低好像是一种比较 但是你刚刚带入酒吧情境的话 我就会觉得 有时候被人家用高地位的眼神看的时候 是很爽 哈哈哈哈 所以他其实也是在 他也是在一直达到一种支配 嗯 就是这一张最后在讲高低 就暴雷了 是啊 他在讲说高地位跟低地位 其实并不代表你这个人的 实际地位的高低 可是这都是一种武装 噢 得到你想要 creations的人 一个手段 你如果今天 你对一个 不想要低的人 你采取高地位的话 你就自己找死啊 哦 对啊 如果对一个 他想要 被低地位对待的 你一直 一直尊重他的意见 他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没主见 是啦 但我还是觉得 酒吧里面 就是很不一样 就会感觉那个 成分 对 成分是 就是又 另有一份 一番滋味 想支配某些东西 想被支配 对啊 对啊 或者说我就是 我就是故意要做这种 低低姿态的眼神 但是我知道 我会达到 某个我想要的目的 那其实内在还是高的 对啦 我觉得如果是在 人跟人之间 我跟千德 比较像会觉得说 看着他 我会 如果我要拿到高地位 我会看着他 但如果对野狗的话 我真的是 因为我都骑Ubike 去合体 真的太多野狗 我有时候会选择 完全不看他们 他就会一直叫 一直叫 一直追 没有没有 但是我内心一直想着 我是高地位 我是高地位 他们真的就比较 不会来弄我了 但是我不看他们 我假装说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我是高地位 我是高地位 然后他们真的就躺在那边 很软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跟他们眼神有接触的话 真的他们很容易就对着我狂吹 要重新压力 要重新压力 对对对对 除非我有像你说的突然做一些动作 但是我常常是这样骑过去 我是高地位 我是高地位 你一边骑车也不方便 手拿起来回 太危险了 所以为什么你把他描述的 很像吸引力法则啊 呵呵呵 就我这样想 我原来想我就是他 嗯 这样子 也有可能 而且你这样想 然后又专心骑车的时候 心里头就没有在动 对 他就是觉得 你就地位就很高啊 你对他没威胁 哦 没有我觉得 头不动这样子 很直向着某个目标冲过去 就是地位很高好不好 不知道他到底解读到什么 他就觉得 他如果继续回复放松的话 就是他确认你对他没有威胁 哦 所以要个继续晒晒晒晒太阳 相安无事这样 自抵 OK 然后Kids就在下面就接着 就提出了另外一个报告 他很有可能的提出的是另外一个相反的结论 又相反 对对 提出各种不同的 太复杂了 过来反过去 所以这可能反映了说 他的观察是这样 但可能他有这 这彼此之间有各种不同的人 从不同观点上面提出来之后 可能彼此之间会驳回 但后面其实要归结于他 他怎么看 然后他可以怎么样应用在表演动作 因为这边在讲姿态教学 或者是说他也 这样也算是证明了说 你看这么多的科学家心理学家什么 他们也都有注意到这个 眼神对于 对对于地位高低的这个影响 对 那他举这个例子是 比方说 我直接把他翻成史丹佛大学 是的 的一项实验发现呢 被盯着看的司机会更快的离开红绿灯 什么意思啊 被谁盯着看 对啊 可能是被乘客盯着看 或者是被路人盯着看 还是骑autobi的时候 他会更快离开红绿灯 他都绿灯了 他还停在红绿灯要干嘛 没有就是更快啊 有时候只是说 哦绿灯了 我再启动 对然后再发动 哦哦哦 但被盯着看的时候 就会更快 哈哈哈哈 可能是有压力吧 就是你在偷东西的时候 被别人盯着看 你可能就不会偷了的意思 哦哦 嗯 没有啊就是会 对可能还是会偷 但感觉赶快离开啊 之类的这样子 被盯着看 哦对啊 被被 就是会被路人盯着看吗 还是 好好奇啊 或者比较多你想像的是乘客吧 或是路上的 对你怎么还不开 对你怎么还不开 交通警察 哦哦 被被后面 就是从后照镜 哦他被支配 被后照镜 被乘客支配 哦哦哦哦哦哦哦 诶有可能欸 我 这让我想到 我有时候会做到那种感觉 怎么开这么慢的事情 然后就看自己 然后可能就会想要瞪她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看他会不会接收到说我在心子 有吗 我不太确定 就是至少我会想要这么做这样子 我心里想要支配他这样子 就会觉得说老娘坐电车 就是因为我赶时间 然后他盯着我看 就会自己也对号入座 他一直看我是不是我开太慢 我以前中途过一只幼猫 大概才一个月大很小吃 大概这么小 他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他上完厕所他会用地板擦屁股 就是他会坐在地上 然后路路路路地上路一条屎这样子 然后后来发生这件事情 他每次上完厕所我就一直盯着他看 然后他后来就是要蹲不蹲 要蹲又不敢蹲 看到我一直在盯他 就要蹲又不敢蹲 然后最后他就是夹住 然后就是走到别的地方 装作没事这样 哦 跟这个司机有点像 反正就是当被人家盯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会觉得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然后我要赶快怎样一下之类的 瞬间变顺从者 对啊 就是感觉他们被看的人会自己去解读 可能我是哪里不对劲这样子 然后他就提说像这种分歧啊 佐证了 诀查到自己实际姿态的互动的难度 就这件事情能够被诀查到 他其实有某种程度的困难 嗯 对 那 他在从Kiss看来呢说 只要你不要立刻看回去 打断眼神交流就可能是高姿态的 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假设有人看我 然后我不要立刻看回去 嗯 就是有点类似 哼不理你 没有 我觉得他在讲的应该有一个原点 就是 第一个要先有一个眼神交流 对 然后如果你移开 但是不要立刻看回去的话 前面的这个打断 因为打断就代表前面先有连结 嗯 然后打断之后 如果你没有立刻看回去的话 就可能可以是一个高姿态的一个反应 伴侣在冷战就都不看对方嘛 没错 然后都在展现高姿态啊 嗯 没错 那如果我打断 有个问题打断看回去 很容易就变低姿态了这样子 因为这就是一种不稳定的眼神这样子 你的节奏就是碎牌这样子 这样就是 就是低地位啊 对对有有 所以他接着跟讲到说 如果你忽视了某一个人 你的姿态就会太高 嗯 那如果你 被强迫看回去 姿态就会降低 嗯 强迫看回去 哇 我自己在读这段的时候 我脑中都浮现 以前好像有过在学校的经验 或在家里的经验 可能学生被骂或小孩被骂 所以会看着我 噢 对哦 就需要那个权威要重新再被建立起来 然后他是 他是要支配你的那一个角色 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好快想到是要像这样的例子 有啊 我每天在家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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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女人叫不通的时候 就 诶诶诶 我在跟你讲话 看我看我 他是不是正在看电视 有时候在看电视啊 有时候在玩玩剧啊 看他的绘本啊 但是我觉得跟他在看什么没有关系耶 因为他就是不想理我 不想顺从 他就是不想要做我 接下来要叫他做的那件事情 哈哈哈哈 他不是耳朵坏掉 也不是 哈哈哈哈 也不是太着迷 他完全有听到我 但是他就是不想看我 哈哈哈哈 是 所以如果被迫看回去 那个地位就降低了 天呐 小孩就是可能有 深知这个道理 这样子 有 对对对对 人类的正常姿态似乎都很高 但我们会调整自己 以避免在我们跟人跟人之间互动上面产生冲突 嗯 人类的正常姿态都很高 哎呦 但是那个正常应该指的是 在生活中一般性的姿态 对对对 通常来说似乎都很高 会一个人的时候 对对我在看到这一剧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是真的吗 就是是大家都是 好像预设值都是偏高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 不知道是在现代社会是这样 还是说真的像他说就是人类 真的就是正常之类 这应该要观察所有的小baby吧 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就是生出来之后 跟他人互动开始 才会调整自己 对 因为所有的小baby好像都是哇 哇好像没有 说的也是 都不低就对 对都不低 就是总 就是没有到很高 但我觉得确实 小baby的时候是不低 所以我们才要学 请谢谢对不起 哈哈哈 我们要学低姿态 哈哈哈 真的耶 如果有社会是反过来说 你以后长大之后 你看到什么就要要什么 看到什么就要讲出来 哈哈哈 那可能代表这个社会 他们普遍姿态都是低的 哦 对吗 可是像美国不是 比较多是自我表达 可是还是要讲情节对不起 哈哈哈 对啊 还是要表达gentle 礼貌 那礼貌就是一种稍低的姿态啊 对对对 礼貌还是有被强调 对啊 对啊 嗯 嗯 好有趣哦 这是我们会调整自己 以避免冲突 嗯 有啦 这个 这应该就是他 这一章的一开始 就在讲的东西嘛 对不对 就是动物 社会性动物 就是会这样子 嗯 所谓的调整自己 在他以动物为例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着实顺序 对这个东西 嗯 对不对 我们会 呃 愿意在 呃 某一个群体里面去 可能 让某些人 高于自己 或是怎样 就是为了避免冲突这样子 或者获得利益啊 嗯 嗯 哦 或者生存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同意同意 嗯 好妙 嗯 接着写说 姿态专家 然后他夸腹写 比如一个叫 Matthias 是吗 Matthias 嗯 然后Alexander 这个亚历山大 我查了一下资料 他是一个澳洲的演员 然后 他比较著名的就是 他发展出亚历山大技巧 嗯 有听过这个技巧 嗯 不过就是 不太确定他是在 练什么这样 他 在他的人生当中是有 当过莎士比亚演员 就是有专门在演杀剧的演员 嗯 然后觉察到自己身体的 不自觉会紧张 嗯 所以通过了一系列技巧的发展之后 去让自己放松 发现有效之后就 后面 他的晚年吧 还是中年之后就有在 教授这些技巧给 需要的人 对啊 就是好像 算是一种剧场里面 也会有的一个训练 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工作坊的 资讯就是说 亚历山大技巧这样 嗯 MANG 然后KIT就写到说 甚至 是将这样的高地位姿态 视之为是正确的姿态来教学 嗯 所以 Erin 高姿态 一开始定义的时候 就会往这方向去定义 就是预设值嘛 每思每疑 头不动 眼神不乱扎 哦~~ 真的耶 但是从Kiss的角度 他猜想 姿态的高低 他不是通过凝视来确立的 而是通过 对凝视的反应来确定的 哦~~ 这就比较理解了 他前面好像就有讲嘛 就是地位高低 地位是看接受的人怎么感觉 来决定这样子 嗯 所以戴墨镜的时候呢 你可以抬高你的姿态 因为我们看不到 对方眼中的屈服 哦~~ 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好有趣哦 因为我马上想到就是 戴墨镜通常是想要 把自己藏起来 对啊 那我希望别人看到我是高的 哦~~ 我觉得是这样啊 偶像明星啊 但比较有趣的是在社群里面 戴墨镜通常是 大家比较不愿意找他讲话的 社群里面 你是说实体的社群 对实体的 交际的场合的时候 嗯 大家是通常不太想跟他讲话 因为就是看不到眼睛 然后 另外一件事就是 狗狗的尾巴是用来表现 他们的情绪 一些肢体语言的 所以 有人研究过说一些 从小被剪尾巴的狗 嗯 他如果也放到狗群里面的话 或者去公园里面 有这家狗狗不是刚才写完的话 狗通常不太想理那个 没有尾巴 他没有办法阅读 对没有 我不晓得你要干嘛 哦~~ 所以不是看不起他 而是 读不懂他 读不懂 对对对 我不懂你 就是跟戴眼镜的人 戴墨镜的人一样 我不是看 不是看不起戴墨镜的 而是 我 我看不出来你要做什么 是耶 无法确认阅读一些讯息 真的耶 不然怎么觉得有点哀伤 当然这哀伤是我的投射 我觉得人类的话就算了 自己要戴 可是狗狗是真的比较哀伤 对狗狗 当然比较哀伤 狗狗是我们对待他 他才变真了 对对对对 因为 呃 因为狗没有办法通过表情去表他 所以身体 狗可以 狗可以用表情去表他 狗狗的社群 狗的狗是一种 很会用身体语言 跟解读身体语言的动物 就是他 全身 连身体的姿态 都有一套的语言 嗯 但如果我们人类从小就教的 你要有礼貌 不能轻易的去展露这些 那 后来他真的进到他 生存的那个社会当中 相对而言就 大家很难阅读他 对对对对 哦 是啊 是 真的耶 嗯 真的耶 天呐 有开箱的感觉 对 但是你刚刚讲礼貌这个也 尿 就是觉得 对啊 就是不用教太有礼貌 就是他是会有反效果的 没错 想到 比方有的人会觉得生活在都市当中 会有那样的所谓的估计感 或别人不能够懂我 他可能间接也反映了 如果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样 被教育或被教导的 有之间的连结 如果现在想通了 可能可以放松一点吧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哦 是啊 我之前啊 从南部上来的时候就是 我们就是很直来直往 嗯 就很阿沙利这样 所以 当北部的朋友说 哎我们下次吃饭呢 我就真的觉得是下次要一起吃饭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每次就跑到他店里 跑 哎哎又来找你了 来喝酒啊 什么事 来买酒请来喝 这样 然后 久了之后他跟我讲说 老师说我一开始觉得 你有点假 你 对我 他说怎么会怎么会 被离戒成这样 就他说怎么会 又还不熟 然后就开始 要好像要跟我这边得到什么利益 一样一直跟我拨弄 然后说后来才知道 说没有没有 南部人就这样 哈哈哈 真是 不只不只一个 有有大概 几个台北人都这样跟我讲 我就一开始有 对我会有点 想要保持距离 因为他觉得太热情了 嗯 嗯 但你只是很 直接的在表达你自己而已 对我就觉得 没有我们南部人比这个 我大概是十分之一而已 南部人那更可怕 哎下次一吃饭 下次他会把你带去餐厅里面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所以那种 怎么讲 那种 可能本来原本的意识 是要教说 那个客气 是要 算是一种礼貌 那种保持距离是一种 想要让对方觉得舒服 对 但可能反过来 反而变成一种 怎么讲 没有办法清楚表达自己的一个障碍 对 对 天啊 之前没有这样想过 我觉得还蛮酷的 要比较啦 对啊我觉得我的同辈的那些 南部的那个 你说你呆过 乡亲们 呆过台北之后吗 没有我在南部的时候 觉得 南部的乡亲们就是 哦 怎么那么 那么 哦 那样粗 哦哦 对就是 讲话也不会稍微想一下修饰一下 然后直接讲 嗯 来台北之后就 哦 落差好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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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南部的时候 你就 觉得他们的程度已经 就高于你的 不是 简单来说 就是简单来说 对对 高于我 然后就让我觉得 比较没有礼貌 哦 嗯 比较不文雅 哦 然后来台北就 我太过有礼貌了吧 哈哈哈 我吃个饭 我付你钱 你还跟我说 你不好意思 哈哈哈 你干嘛对我不好意思 哈哈哈 突然想一想 再有点有趣的 那个礼貌程度 是按纬度啊 越北越礼貌 哈哈哈 对啊 就是日本在我们上 对对对 以纬度来说啦 对日本 对啊 好像其实是 是这样 全球性好像 南部跟北部都会 有一点这种 有 差别在 南欧跟北欧就差 对啊 对啊 南美跟北美也 也不一样 南美不是比较热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 比较靠近热带的 南美到智利也是很冷嘛 哈哈哈 对对对对 但是也是 感觉也是有差别这样 对啊 光是美国南部 跟美国的北部 就 就也是不一样的啊 嗯 好的 我觉得这个 嗯 最后这一句 戴墨镜可以抬高你的地位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对方眼中的屈服 消防期地位超高 哈哈哈 不一样 就算戴下墨镜我也看不到 哈哈哈 不同不同不同 当我们知道对方是视障者的戴墨镜 跟就是他是一般人 就是像一些就是偶像明星最喜欢走出机场的时候戴墨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应该是为了不想被认出来吧 应该不是要保持地位吧 或者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是要保持地位耶 地位也好 或者说 其实你知道坐飞机是很会很乱很就是油 脸很油 然后很丑的一个状态 他想要就是不要给人家看到他脸的太多啊 保持一种就是好像戴墨镜是一种最简单快速可以让你有点好看 嗯 又有点神秘感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对啊 而且当你有点神秘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投射 对 因为看的没那么清楚就像他下面一定很漂亮他现在一定眼神怎么样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所以刚刚的就是这一个算是他这一篇就是地位教学的一个开头 真的只是开头 因为我刚翻了一下他这一篇后面内容真的还蛮多的 你看讲说地位教学 讲老半天都还没进到教学 他都还在介绍这所有的一切的概念这样子 你们有什么对于今天内容的一点什么总结或未尽之言吗 我个人觉得我学到很多啦 对啊 就是从自然界中就是重新看人类世界的一切 觉得好相通哦 还有吗 你就在想面具这件事情 就是人类世界戴上隐形面具的这件事情 但还在想从墨镜那边联想而来 隐形面具 就是面具啊我们戴着面具来防卫或者是抬高姿态的这件事情 这样子 但他都有反映出来一种 社会性的动物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大部分的社会 是 都要要求人真诚 可是 好难解释哦 就是 每个人都有他的姿态跟地位啊 但是在 在这样的状况下 大家又要求另外一个人不要 有怀孕说那个面具 嗯 嗯 嗯 哦 然后其实他每一个人都在 都在那个姿态 那个status里面 嗯 但是 应该是说 status并不代表你有 戴着面具吧 嗯 就是 看你的status是 嗯 为了什么啊 你是为了 如果就是像他介绍 是为了要跟 身边的 其他的 这些动物 和平相处 嗯 嗯 避免冲突 对啊 这算是戴面具吗 就是 戴面具好像就是 比较像是你是 伪装 还是 嗯 也没有 因为他也是一个 工具啊 是啊 是啊 面具也是一个工具 而且 可能也是一个 必要的 必要或好用的工具 是啊 是啊 哦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哦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也觉得啊 就是地位 这个就是一个 必要好用的工具 好像就跟你讲的 那个面具 其实是同一回事的那种感觉 就 但是就是还在想 就觉得好像有 有正面 有负面的想法 跑进来 哦 目前啊 就还都可以 这样子 对对对 想一点是 通常我们会觉得 难相处的人 他是不是就有 地位 这个 地位 阅读的障碍 哦 阅读的障碍 我觉得是 地位变换的障碍 哦 对对对对 就是他 都是偏单一的地位的人 我觉得就会 让人觉得难相处 嗯 对不对 就是 就比较固执啊 有点痛 嗯 嗯 嗯 也不定 因为没有反应的人 他就会不自觉 就会 不自觉就高姿态 没有反应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辨认或 因为那个好像是 就存在于两个人 互动之间 但他如果没有 没有反应是没有互动 嗯 哦 或是 咸于互动 互动度很低 嗯 但是 就比较难 如果 就比较难相处 难相处 如果没有反应 但是长得帅 又有钱 又有才华呢 哈哈哈 就是我们 对他的 不是 不是 重点是你要跟他干嘛 什么目的 如果我要跟他谈生意 他 他长得很正 身材很好 然后又有钱 但是 又有才华 地位不太会转换 嗯 那我就很难跟他合作 嗯 没有 可是你这样讲 我仔细想想 就会觉得 不管你 其他的条件怎么样 只要 第一位 真的 完全没谈性的人 我觉得做什么事 都不会成功 嗯 你 你如果说好吧 你长得帅 怎样 然后 那我把你推去当演员 但是 你如果不会 转换地位 怎么当演员 他就一直滴地位 不行啊 我不行啊 你怎么当演员 我做不到 做什么事都没办法 都没办 都不OK 哈哈哈 地位真的很重要 哈哈哈 社会性合作的工作需要 他如果是做工匠 做木匠 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事的 我觉得他就无所谓 哦 你长得合作也包含就是 呃 支配跟顺从 那支配跟服从 也是一种合作 就可能中间是有高 地牧坡可能不是一个 平等或平行的合作 哦 这你同意吗 不同意 不同意 对 因为我觉得合作就是要平行 嗯 对 如果是支配跟顺从 我不觉得 我如果今天去当兵打仗的话 我跟我的长官是在合作 嗯 对 哦 我觉得是在配合 嗯 嗯 嗯 那如果今天我们都是佣兵的话 我觉得哦 我们在合作 哦 因为有个利益上的交换 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 对 接受 现在这个不平等的状态 我可以把我的权力 暂时度让给你 暂时度让 但就算在佣兵群里面 你们一定 随时都有各种status的转换吧 对 可是刚刚尾翔提的 比较是支配跟顺从 那我是顺从刚刚前面讲的合作 这样问 对对对 因为会有任务编组 我们做剧场也有任务编组啊 嗯 可是在编组的状况下 我会知道即便我今天是无间 嗯 那我做我讲的话你们要听 可是不代表是听我 而是听无间这个职位 嗯嗯嗯嗯 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做同一件事 嗯 对所以那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支配关系 嗯嗯嗯嗯嗯嗯 哦 这是支配的角色吗 你可以这么说吗 说千代算是指挥 可是指挥跟支配我觉得 我覺得有很大的差異 噢 噢 噢 嗯 OK 好 這個 對 就是看 這個本來這個Dominant 嗯 到底 對對對 是 要怎麼講 它是可以是一個很中性的詞嗎 嗯 還是 它一定是 某一個意思 我覺得這我可以還 再研究一下 嗯 OK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邊 好 大家可以來呼個口號 好 別趕快 哎呀 嚐一下 好 即興主義 不戴墨鏡 即興主義 要我的命 即興主義 眼睛有很多戲 即興主義 看你眼睛 你 在 為 我上一集才講到一題怕是錯下雙眼 這一集他就戴墨鏡 喔 哈哈哈 聯繫了 聯繫了 而且地位始終還是很高啊 什麼 咩 超高 更讀不到 更讀不到 好慘喔 就算你戴下墨鏡 還是讀不到 精寧 是 そ西餐 什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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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